三中区东海国中发起饥饿食恶体验营卧档 专校苏心在休息没吃东西 而且参加予卧档 核心为卧档当中 还是感恩以及关心白人 东海国中举办饥饿食恶体验营卧档 三百位老师和核心 早上五点半就开始没吃东西 透过饥饿的过程 让他们了解到 人如果没有食物没有东西吃是很痛苦 所以就他们了解有培养出爱心 培养出这个同理心 让他们体会到世界各地没有饭吃的小孩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这一次本校有三百多位师生共襄盛举 那么他们都捐了一百块 把捐赠所得就交给世界展望会 去从事一些爱心的活动 卧档中参加的学生每个人都有关系 另外好好的餐饮科也这一周爆米花 跟秋冈棉花糖来预备 那每一年我们都还有举办 就是爱心棉花糖这个部分 然后没有成家接着的同学 也可以藉由买爱心棉花糖 为这个活动尽一份心力 让我们发挥能积极积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认为 如果这个活动可以持续搬下去的话 大家都可以发挥同理心可以去帮助 然后有利的话都可以去捐钱帮忙 当海隔壁学生透过外团体验 下次在学后感恩意义关怀百人的助力 继续搬下来的华山中参红布的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